发露的小戴有多恐怖 你看决胜局的比分 小戴还是1比4落后 再也一看 居然变成了21比5 20比1的比分差 你可相信啊 这是职业选手之间该有的对决吗 这是2020年的泰国公开赛 小戴的对手是丹麦的小将 雅克伯生 这场比赛 小戴上演了一场过山车的表演 开局和结尾都非常的夸张 一起来看看吧 第1局比赛上来 其实小戴10比5领见了5分 但是自己的失误确实是太多了 看看这种失误 金鞋球也依然有 但是失误更加的多 又是这种拼刷的失误 本来第一排放得多好 结果第二排 我的天哪 最后在这种高失误率下 小戴也是丢掉第一局 但是这样的失误率 也彻底记录了小戴 第二局上来 对方估计还成绩在12局的喜悦当中 先送了失误给小戴 小戴折不客气 连续用控球打不对手 又是一个批伤 这种球就太轻松了 就连滚网球小戴也是不在话下 认真正起来的小戴根本不会输 每个球都非常到位 直接一波10比0的开局 小戴又是一个批伤 这是真的发露了 我要把你打穿 一点机会都不给你 其实小戴只要球稍微角度刁钻一点 雅各布森根本就接不到 这种球给我感觉就是小戴在打训练师 不敢相信他是怎么输掉的第一局 终于失误了一个 小戴第二局快结束了 才送出了第一个失误 小戴这个第二局打得太轻松了 小戴这个第二局打得太轻松了 就连这样的球也能极限勾对角 虽然小戴后面也有一些失误 但是还是用了一个招牌动作 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最后一个放我 小戴在输掉第一局的情况下 第二局让对方只拿了9分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更加恐怖的还在后面 决定局上来 雅各布森一个扣杀 还给了小戴一个下马威 小戴也来一个批杀出 雅各布森连取两个批杀 4比领先 不过这个时候好戏开始了 小戴放往后一个批杀得手 非常漂亮的一个推后掌 对方完全是看不懂 就是进攻啊 雅各布森的球是越打越弯 雅各地的球是越打越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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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戴的进攻打得非常主动 根本就不想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又是一个 雅各布森这种防守能力碰到小戴 在认真进攻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 小戴再差一拍 雅各布森这球收之后 自己表现也是非常难受 我估计在想这趟地局是在演我吧 这都已经不想打了 我不想玩了 小戴又来接中杀 左右开空杀球 比起小戴还会放出几个 这一次一个球都不放出 直接杀 20比5 最后对方又是一个出价 小戴从1比4落后 最后比分居然是21比5 打了一波20比1的攻击波 这真的是夸张 我要是雅各布森 我也不想玩了 所以千万比起的鲁小戴 他是真的恐怖 成 稳